應該是...對不起 今天的影片開頭比較智障 因為我原本的開頭沒有開麥克風 整段不能用 所以我重新開了一個開頭 來跟大家講我們今天在幹嘛 我前天去參加一個馬來西亞YouTuber的婚禮 JFANITIRA 然後我...因為第一次參加外國人的婚禮 所以其實我不知道我該包多少 然後我該包什麼幣 馬幣、台幣、美金、新加坡幣 我都不知道 所以我就站在門口 堵了所有的YouTuber 來問他們 他們包多少 他們包什麼 讓你們看一下大天照片囉 遲到大王 什麼遲到大王 好呀快點 我有問題要問你啦 你包什麼幣啊 台幣啊 你包台幣 沒辦法換啊 那我可以問一下你包多少嗎 直接說啊 就直接說啊 我在一樣會問佛西啊 我跟佛西一起包 喔你跟佛西一起包 那你們兩個站一起 嘿嘿 你們兩個為什麼遲到 他剛剛我們半小時前就已經在那邊抽煙了 我替你放屁 還抽大王嗎 亂講 我真的會照撿進去喔 可以 每個人都想去 等一下 所以你們兩個總共包多少 一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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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幣一萬二 台幣一萬二 好謝謝哥 BOBOTV 嗨 不好意思我想問個比較敏感的問題 因為我是第一次參加他們的婚禮 然後 靠北他們也只會提問你 我想知道就是你們包的是什麼壁別 馬幣 馬幣 我可以問包多少嗎 剛剛草爺都說他跟佛西一個人 兩個人總共一萬二 一定要講出來嗎 你可以講個range就好啦 然後比他們低 比他們低 然後比多少高 然後比多少高 八八八八 沒有啦 八八八 當然是 六六大字啦 喔 懂 好 謝謝你們 是不是 Cocky BOOM Hello YouTube 歡迎來到Cocky獎 同仁娛樂 對對對 執行長嗎 沒有就自己的公司啦 自己的公司 欸我想問個問題 第一次上你的頻道 欸真的 我的問題有點敏感 但我在你敏感哥沒所謂 沒有沒有 我身體敏感就好了 我想問 因為我第一次參加馬來西亞人的婚禮 欸其實我告訴你 我也是第一次 蛤真的假的 真的真的第一次 那我可以問一下 我應該包什麼幣嗎 欸我 這個好說嗎 我們所有人都說啦 好我說六百六碼幣 六百六碼幣 對對對 六百六碼幣大概是 五千 五千台幣 對對對 哇 今天大家都包了好多好恐怖啊 我本來要包八百八 TOMATO叫我不要包這麼大 他說 會害死大家 我要爆料 他今天帶不同的女生來 沒有沒有 那是我女朋友 那是我女朋友 就是我跟上一個已經起來 欸等一下 說了什麼 等一下 你有什麼資格 來來 欸不要害我啊 欸 欸 你要來玩是不是 嗨 楊寶貝還有阿翔 嗨 我要問一個比較敏感的問題 好 因為我是第一次參加馬來西亞 對 華僑的婚禮 對就是華人 所以我想問一下 我包紅包應該要包什麼 女生你們是包什麼 啊 我是包馬幣 馬幣 那方便講你們包多少 我個人是包 一百八十八啦 一百八馬幣 就是好一頭馬 好 好兆頭 對 謝謝 哇 今天大家都包不少耶 耶 重量級 哈囉 嗨 欸 我要問一個比較敏感的問題 好 就是 因為我們應該都是第一次參加馬來西亞人的婚禮 欸 對 我可以問一下你們包什麼幣嗎 我包馬幣 我們包馬幣 我們包馬幣 對 那多少馬幣可以問嗎 我們是包 啊我再跟你講 草爺跟柔某欣 兩個人加起來十二萬 十二萬 沒有啦一萬二啦 一萬二 那他包十二萬我就包一百二十 欸沒有啦 所以可以 是可以到肉了嗎 大概 大概 不然就算台幣的話 是 八千以上 八千以上 對 哇 喔好不好意思 那我們先進去好了 我們被趕走了 Sorry 根據剛剛問到的 所以我最後決定 我的紅包裡面要包 美金 馬幣 台幣 新幣 每樣都包一點 然後呢 同等價值大概 八千到一萬塊台幣之間 好啦我要進去吃喜酒啦 幸福快樂 Jeff and Intira Jeff and Intira Let's go 結婚 從來都不是一個簡單的決定 那是兩個人彼此之間的 約定 一起走一輩子的沈默 其實我沒有認識你們很久 真的沒有 但是我很開心可以在這裡 參與了你們人生中 最重要的其中一件事情 希望未來每一天 每一分 每一秒 你們都可以快快樂樂 甜甜蜜蜜的 一直走下去 不知道 你們兩個還記不記得 在這次婚禮當中 Jeff曾經拿著麥克風 對在場所有的人說 說了那麼一段話 所有參與這場婚宴的來賓 然後有很多世界各地的朋友 如果沒有你們的到來 那我們就會有屬於我們的婚宴 在這裡呢 我們一起先一句公 謝謝你們 謝謝你們 其實 其實 是我謝謝你 希望快樂 Jeff 和Inteera 那待會一起回飯店HAPPY嗎 沒有回飯店我要拍東西 啊你回飯店要拍拍東西是不是 想看的話到韓秋草日記 幹不要在那邊打廣告 沒有我跟你講你也要貪 好啦會啦會啦 我們先跟他講 我們要在這麼大的別宿裡面玩躲貓貓 在半夜 那個那一棟別宿市值台幣大概七八千萬 六七千萬 加裝潢啊 對啊 好謝謝兩位